在现代生活中假消息五花八门 中家宽平三官王双子星与成大医院合作 举办媒体试读的课程 由讲师许曼珍教导社区长辈媒体试读的基本概念 并透过一件一件的案例 带大家如何辨识假消息 跟着疫情渐渐的解封渐渐的缓和 大家对于假消息这个部分的传播 现在反而走向了有疾病有疫情 转而走向了跟妾身比较有相关的 譬如说停电停水六千元的补助 所以这个议题我们认为 其实在社区上还是要实际的办理 课程当中增加了网路小短片 让长辈们能够清楚地知道片中的行为是真是假 同时透过游戏冰果以轻松的方式 将媒体试读的知识灵活运用 最后用有奖增达 加深长辈们对课程的印象 今天的课程就是媒体试读 让我们来认识什么叫做那个 因为有些商人为了他的那个利益 都播放一些假的消息 那当我们看了这个消息之后 我们会去停看厅然后去求证 到底他的播放的是真的消息还是假的消息 我今天是第一次认识媒体试读 是感谢中增加 真的让我们认识更多 要不然之前我们也都是只看一两台 对啊由于你们中增加的那个宣传 我才了解今天的媒体试读 是什么就是教我们不要 不要让那个媒体牵着鼻子走 我们中增加中增来这里 让大家教一些这些老人 还让我们祭典的人一些来参与的人 觉得不错啦 也很感谢他们来这里先导 讲师更手把手的教导长辈 操作手机软体对抗假消息 藉由这样的课程 也能帮助长辈活跃老化走出社区 中增加宽评也会持续办理媒体试读课程 让假消息无所遁形 记者杨顺怀台南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